近距离的投篮 还是延续着很好的得分状态 这真是黄岛 是 刘征 我们的这个篇幅啊 是辽宁队 辽宁队夺冠 辽宁队夺冠 是 非常意外的呢 辽宁队夺冠当时用的音频啊 是你的 是我的是我的 非常的光荣啊 这比赛 所以打了两分多中 三比二 分差很小 对 李小旭 好球 好球 四分钟得两分 外轮速度确实快 你看啊 还是通过防守坚持下来的 对 陈德军 好球 郭艾伦拳得真好 郭艾伦 好球 撞开了胡金秋 好球 个人能力啊 是 是吧 满地乱抢 这个火力确实是惊人 嗯 外轮又来了 漂亮 哇 今天第一节三个突破啊 郭艾伦 刘志轩 还都没有投进三分球 嗯 郭艾伦 好球 又是顶着对方的防守 一个不进 一个不进 好球啊 郭艾伦 哇 好球 好球啊 这是这是滑脚的还是黄倒的呀 中距离的投篮 这个还是延续着很好的得分状态 这真是黄倒 是 刘征 前面那三分是 这一两分 嗯 一加五 郭艾伦 好球 郭艾伦还了一个三分球 他气可骨不可泄 对 士气在这儿盯着呀 他无论输赢队体力消耗都很难啊 郭艾伦 再来一个 郭艾伦真棒今天 第一脚三分球 冷静啊 郭艾伦就是再不准 他对于球队来说也是个核心角色 对 他不在啊 那只能是靠的 给的不错啊 漂亮 2加1 2加1 打不了内线绝对优势 灌伦 好 郭艾伦的加伐命中 这球50% 到这个分上 又来了 还是抛头 又有了 这场比赛的最佳球员 郭艾伦 当仁不让 28分 四个篮板 五次助攻 而且今天呢 就是 最打动人的一点啊 就是郭艾伦的 第三节 第二节的一些得分 都是在辽宁队 有可能被对手拉开 这个领先优势的时候 是 郭艾伦啪啪突破 或者说三分球 关键球 都是大分 对 都是大分 底线 外轮出来 犯规 第一下没抢着 这种事呢 不能瞎说 不能练到 不能练到 不禁练到 最不禁练到 可以 两罚全中 最后三秒 胡德森的一个 跑头三分没有 好 那这样的全场比赛结束 最终辽宁队是在客场 100比95 五分的优势 击败了浙江广沙